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秘秘密森林第二季第四集的故事 这一集以第四届检警协商会第一次会议拉开序幕 两方都想占据主场优势 但谁也没得逞 战场放在的监察院 都是客场 谁也不好受 两位部长又去见一下监察院长 黄史木先去会场等着 他随便挑了个位置坐下 拿出手机看一下新闻 警方到场 黄史木起身问好 团长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本尊 团长看黄史木已经选好位置 稍有不满 黄史木准备让位 团长说不用了 坐哪都一样 这会还没开始就火药位十足 好在警方那边有两个黄史木的熟人 气氛也不算太尴尬 两位部长准备入场 搜查局长也到了 协商会开始前是国际惯例 拍照留念 两方各就各位 搜查局长率先发话 感谢贵方百忙之中来参加这次会议 与部长恰到时机地打断他 分内知识感谢什么 反正是要感谢你们大老远的跑来 局长继续说道 这次协商会有四个重点 调查指挥权 调查中绝权 令状申请权 供搜处的成立 韩汝珍说他记得有这么个案件 一名律师和人串通举报某游戏公司 然后他找上门说 能摆平这件事 拿走了一大笔和解金 后来才发现 这律师是惯犯 两位部长就是那位惯犯的直属后辈 警方对他怀恨在心 所以处处针对他 虽说最后已败诉结束 但是什么原因 让他提出这种无理要求的呢 再说回令状申请权 搜查令对破案的重要性不用多说 可检方总是不痛快地给 导致很多能破的案子 都成了未解案件 就算批了搜查令 逮捕令 案子一交过去后来各已不起诉结案 这协商会还没正式开始 关于各令状申请权的讨论就这么激烈 谁也不让步 黄史木一直没说话 其实被刁难的何止警方 检方内部也经常发声 黄史木被下放时 有个检察官因调查对象的律师是前官 没有提供前官领域 就被领导训斥处分 其实仅仅不止在权力上 天差地别 人数上也相差悬殊 警方人数能达到15万左右 而检察官只有2000来人 黄史木在会议上第一次开口 令状申请权就算交给警方 警方怎么保证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到头来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韩汝珍强调 警方要的是申请权 不是签发权 金部长提出疑问 警方拿到申请权就是好事吗 抓犯人抓得久了难免会有情绪 万一失去理性 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怎么办 检方就是为了规避这种现象才不让权 第一次协商会就这么不愉快地结束了 两方都没做出让步 你们协商出什么结果 与部长很生气 这种关键时候 居然有人拿令状开玩笑 现在批了吧 好像承认是检方错了 不批把老拖着也不是事 张刑警隶属于龙山警局 令状迁发归西部地检馆 黄史木在西部地检待过 不过那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与部长突然想到一个人 那家伙也是从那出来的 与部长生气 搜查局长也生气 没协商出结果就等于是他们输了 检警这边打得火热 韩桥集团也没闲着 李承仔又开始搞小动作了 目前说是李承仔外 最大的股东就是李承仔和承文社长 这两人准备开股东大会 企图引进一名新董事 一般这种事都会提前公开人选 但保密措施做得格外好 一点消息都没放出来 李承仔想到了一种可能 如果这个新董事不需要提前露面呢 因为本身就具有影响力 而且所有股东都对此人的回归翘首以盼 谁能有这么大能耐 一手创建韩桥集团的李允范 也就是李延在的父亲 李延在前去拜访父亲 可父亲不见他 让他以后不用来了 李延在脸色铁青 妇女关系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李延在回去后发现桌子上有张纸条 徐东在打了好多次电话 那面黄屎木陪两位部长吃饭 警方那边也在吃饭 团长收到地方局长发来的消息 有个检察官正在找一位之前是警察的受刑人 团长详细了解了一下对方直接联络的监狱 说要找一位因受会入狱的前任警察 监狱的人没联系方式 就跑警局来问了 黄屎木吃完饭后上了辆车 恰巧被金部长看到 不过他只看到车上坐着个女人 没看到那个女人是李延在 李延在想让黄屎木帮他处理成文日报 成文日报诋毁李昌俊 他俩自然也被牵扯进来 但黄屎木没的感情 黄屎木跟徐东仔约好了今天去监狱 可徐东仔借口工作太多 爽约了 黄屎木打算一个人去 与部长说不着急 明天去也行 徐东仔放黄屎木鸽子是为了去见李延在 他拍马屁的功夫有增无解 急着见李延在是为了一件事 据他了解 李延在是知情者之一 他问李延在知不知道团长这个人 那普律师呢 也不知道 普律师就是那个酒驾猝死的地检长 退休后受过于寒桥集团 曾炫耀过自己在寒桥办事 徐东仔想问的是滴酒不沾的他为什么会酒驾 李延在的秘书说 小律师不但会喝酒 而且很能喝 他亲眼见过 这么说 普律师是看人下菜 滴酒不沾 只是借口而已 徐东仔很聪明 想的也多 他找李延在是有事要问 李延在本可以不见 现在见了不可能是给他面子 肯定是有什么事需要他办 李延在看了眼秘书 秘书很识相地离开举动 徐东仔猜得没错 李延在确实想他办件事 去拜访下李允范 自从李允范出狱后 父女俩就没见过面 为什么 因为李允范坚信 是李延在和李昌俊串通好 把他送进监狱的 刚开始 李允范并没有这么生气 是服刑期间发生的变化 徐东仔不算李延在的人 以前也帮李延范做过事 所以思来想去 还是让他去比较合适 却肯定不能白去 得帮李延在带封信过去 徐东仔走后 李延在赶忙联系秘书 普律师出事后 团长就升为情报部部长 原来李延在也和那件事有关 徐东仔马不停蹄地来到李允范的住所 但却被告知李允范不在 他借口把东西放下就走 不行 又借口想喝杯水 可以 但不能进去 得在外面等着 徐东仔四处张望 可根本看不清屋里的状况 水来了 喝完后还擦了擦杯口 难道白跑一趟 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他躲在周围等待时机 终于在垃圾堆里发现线索 李允范好像生病了 垃圾袋里有很多药品 标签都给撕了下来 他把标签交给李延在 李延在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另一边团长向韩汝珍打听徐东仔去监狱找人的检察官 就是徐东仔 找的是在西谷派出所贪污腐败案中 被判刑的其中一人 金巡警 团长让韩汝珍下去见见当事人 金巡警去年出狱后就消失了 没人知道他的行踪 团长负责打听他的消息 他把电话打到徐东仔的坐机 接电话的是一名姓高的警员 巡逻组长不在 韩汝珍便把他叫出来 韩汝珍在级别最高的警厅 高警员在级别最低的派出所 韩汝珍随便吓唬两句 高警员便又问必答 韩汝珍问他宋警员遇害那天是什么情况 那天他不值班 没在现场 他继续问他宋警司和巡逻队的关系如何 尤其是和那个叫金巡警的 有一次 巡逻队下班回来 宋警司在接水同时故意把开水洒到他身上 还说没看到 他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两人发生争执 巡逻组长视而不见 反倒让宋警司把地上的水擦干 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他脱完地后去换衣服 高警员想去安慰安慰他 结果发现他又和金巡警吵开了 金巡警让他赶紧走人 他不服气欺负人就算了 连班也不想让他上 况且金巡警比他年龄小 职位低 背后被这么说 身为前辈的他肯定不舒服 韩汝珍又问了下案发当天的情况 然后向团长汇报 宋警司是被同时霸凌后自意的 案发当天只有巡逻队的人在派出所 而且第一个发现尸体的就是金巡警 团长立刻头痛起来 这是巡逻队干的吗 自己人杀自己人 难怪检方要彻查这件事 如果被抓到这个把柄 第四次协商会也会以完败告终 秘密森林第二季第四集的故事到底就结束了 协商会刚开始两方就争锋相对 徐东在的出现带来了两个案子 一个是前递检长长久驾复死 一个是戏谷派出所的巡逻队 与部长想利用巡逻队让警方惩服 团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么他会因为协商会掩盖巡逻队的事吗 黄史木和韩汝珍也知道了真相 但两人目前是敌对势力 协商会上也唇枪舌战过后 黄史木就不用说了 肯定会查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看韩汝珍能否守住本心了 一个巡逻队的影响度这么大 那酒驾猝死肯定牵扯更广 团长因这件事升职 李延再也对这件事有所了解 后面不知道还会牵扯出谁 检警这条线基本明朗 出现的几个案子也都是为协商会服务 韩乔集团这条线的作用还没完全展现出来 众所周知 财阀在韩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作为大财阀的韩乔 是会影响这次前景改革的结果 还是会被前景改革的结果所影响到 第一季 有李昌俊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 第二季会不会延续这个套路呢 另外恭喜一下 黄史木终于吃上饭了不容易啊 好了 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